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創先想測量某大樓的高 在大樓的北方 這個大樓,這是北方 北方A點處 測量的時候得到楊角27度 然後這個人在往東方走 這樣的話,這個就是甲90度 往東方走的話 走多少呢? 走900公尺 走900公尺 只要到達V點,再測一次 他楊角21度 那麼他問這個大樓高度多少 四捨路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那可以用計算機來打 好,我們先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OV OV OV OB OB OV 21度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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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直角 H Cotension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是斜邊 因為這是直角,這是斜邊 這是兩股 所以我就曉得 900 的平方 加上多少 加上OA的平方 這個等於斜邊 OV 的平方 這樣我就曉得 OV 的平方是這個 H Cotension 21度 的平方 整條OA平方 H Cotension 27度 的平方 這個等於 900 的平方 那我把H 平方給抽出來 然後把 Cotension 21度的平方 減掉Cotension 27度的平方 除過去 所以這個就等於 900 的平方 根號 Cotension Cotension 21度 的平方 減掉Losa Cotension 27度 的平方 那我現在兩邊開根號 兩邊開根號 H 900 根號 Cotension Cotension 21度 的平方 減掉Losa Cotension Cotension 27度 的平方 好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計算機 打一打 不過那個 那個 那個計算機 沒有Cotension 計算機沒有Cotension 它只有Tenzen 所以你要給它 導數 導數以後再平方 再減掉 這個導數的平方 減完以後再給它開根號 900再出這個 不過因為它要求到 小數點第二位 這個的話 這個是500多 所以的話 你減到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總共會有五位 因為500多 那個整數的部分 就已經有三位 小數點後面兩位 所以有五位數 所以 你要打出來的話 你要打出來的話 打在那個計算機上面的話 要把它計下來的話 至少要七位 七位 這個三位 四位 五位 總共五位 那五位的話 你總要保留 保留兩位 不然的話 你經過這麼多的計算 那個誤差 可能後面那個 小數點後面那個 可能會錯掉 好 那就是說 至少要七位 七位 減七位 這樣子 然後再儲 最後要取五位 這個的話 大概是多少 約類是等多少 525 點多少 點37 你用計算機的話 把它打一打 盡量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數字 都保留下來 不要 不要約類 不要一直約類 把它輸入通保留下來 然後除一除 答案大概是這個樣子